來看到中國的海軍航艦遼寧號等六艘的軍艦 那麼從日本沖繩本島與宮古島之間 北上朝著東海來航行 那麼這一些共艦也在去年十二月 從這個海域南下 而且還在太平洋演訓反覆起降 大約是三百二十次 那麼日本的防衛省表示 一共有六艘的軍艦出沒在宮神的周邊 那麼共軍的大型偵察無人機 也飛越了沖繩本島與宮古島之間 這是日本防衛省首度觀察到這一種無人機 那麼航空自衛隊的戰機也緊急升空來因應 此外日本的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 也進行警戒監視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